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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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ATV的江人講事 最近香港發生了一宗 都叫做幾好笑的事 作為一個海島 香港的一個島 大家都知道 但居然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香港的海路交通的國民發達 居然在大雨山那條 或者通道 青馬大橋和吸水門大橋 陷入 撞眼塞 原來沒有其他路 進入大雨山 有人翻查 原來在2002年大約 2002年的時候 政府曾經 在第二條通道 進入大雨山 包括在屯門 青龍頭那邊 東沖那條路 但當時被民建聯 大多數反對 這個議案 民主黨的法民主派是贊成的 大家都考慮到 新機場建立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依賴 無論是國際 還是香港 都一定會有更多的依賴 但居然只有一條路 進入大雨山 當那天 有這個意外之後 是停了 機鐵停 東沖線停 甚至是青馬大橋的交通 都停了 任何人都進入不到大雨山 運輸處就宣佈 會增加道律的班次 其實我們又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 究竟香港海道交通 為何要這樣 作為一個海島的地方 為何連船都可以 好像沒有船 很簡單以前 可能我們觀塘去北角都有船 現在都沒有船 所以我們就考慮這件事 其次的就是 我們會否說過分依賴了青馬大橋 即現在就說 拍著板 在建屯門七立角妖道 但是 有沒有其他道路 是可以進到東沖的呢 有沒有其他道路 真的可以進到大雨山 會否說 當這個 青馬大橋一有意外的時候 就死了 大家都停了 那麼 第三件事就是 當初的政府 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不要拆千契得機場 其實 香港很小 真的很小 但是有一個契得機場 真的不夠用 所以要建另一個機場 去為香港未來的經濟地位 做一個準備 但是當我們發現到 現在一個機場不夠用的時候 要不斷建跑道 就是學倫正英 講一句廢話 就是 建三條好過不建的 你這樣說 你娶多十個老婆 好過一個老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希望 當時政府 我會覺得 為什麼當時政府 會拆除其他機場 可能又不會貼近民居 或者怎樣 但是其他機場 可以保留 不一定用來做客運 可以用來做貨運 機場 可能做一些 後備的作用 或者是軍事機場 其實當民居 軍事人不是很好 但是 好過現在 只是依賴了一個機場 就令到 好像要第三條考度 不夠用 按鈕按鈕 這樣的東西 老實說 如果留了一個 建德機場 其實我覺得 香港發展的空間 都會更加大 至少不會說 邊緣化了 給人 這件事 我覺得是OK的 希望政府和立法局 盡快想辦法 行會 盡快想辦法 怎樣去 建第二條路 進入大嶼山 因為作為一個堂堂大 都會 甚至機場都在大嶼山 我會跟你說 因為橋有意外 之後全世界都進不到機場 甚至住東涌的人 都發不到東涌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笑的 希望政府和行會 以及立法局 一定要在這個問題上 進行一個磋商 並有一個 是一個 食肯的答案給市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